新北市長何友宜 在9月9號國民體育日前夕 特地出席今年的體育有功表揚典禮 我們都以體育運動 作為新北市運動的名片 也是新北市的榮耀 今天的選手 他的過度 要超過 昨天的自己 也要贏得明天的未來 要有一個 毅力不拔的精神 今年特別以淬煉為主題 規劃故事咖啡館概念的展覽 還拍攝故事影片以及拍立德互動 及網路社群活動 營造新北市 最盛大體育典禮的氣氛 包括結束運動員 結束教練 有工人員 和機關團體 基有體育會 和單向委員會 一共頒發七十四個獎項 何友宜也跟認識多年的運動員 大招呼 獲得結束運動員殊榮的 還有在全中運勇奪七面金牌 創下史上最多金紀錄 曾有最強國中生稱號的 競技體操選手莊佳龍 以及打進二零二四巴黎帕運 年僅十六歲的 身上桌球男單新秀陳伯彥 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的帕運 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跟什麼樣的期許 就盡力去打 夢想 就是想要參加奧運 大聲說出夢想 每一位運動員 還有在背後支持的家人跟教練 都朝著目標 努力 勇往直前 華視新聞機關 黃錫宇 松一璋 新北報導